所以 雨疏风昼 浓睡不消残久 试问卷帘人 却到海棠依旧 知否 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李清照应该是中国古代 最著名的女文学家 她的很多词 咱们耳熟能详 李清照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 她的父亲李歌飞 在朝中任官 而且博学多时 她的母亲知书达理 文化水平也很高 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 李清照从小就有很高的文学天赋 这首如梦令 这首如梦令写的是青年时期的李清照 在一场雨疏风筹的夜晚之后 看到绿肥红瘦的一番花式 引发的青春的感慨 展现了一个青春少女 心中特有的一番心事 这番心事是什么 一会儿唱一唱 大家就知道了 我特别喜欢这个如梦令 我听到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唯美 然后也很细腻 它有人物 有场景 有对话 有场景 对 它其实描述了一个 舞台剧的感觉 很有画面感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它是在喝酒的时候 是伤心的呢 还是开心的呢 这确实不知道 我觉得是可以 如果我们唱的话 可以以一种 就是有一点 稍微有一点 略带伤感的情绪去唱 有请经典传唱人 有喜 有悲 有活在当下的快语 亦有沉思过往的回味 这大概就是 如梦的人生 有请经典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经典传唱人 胡夏 我是经典传唱人 郁可维 我们把 知否知否唱给你听 一朝花开帮流 寻声无名停空 纵影朝下般日晖 风雨捉不透 风雨捉不透 一人共唱笑首 太高病泪难流 尽数送把我回首 无语随可痛 早夜一束风照弄 睡不休残酒 知否 知否 知否知否 知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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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手 空手 作曲 知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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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聪明朝下半日暉 风雨绝不透 一人共唱笑首 抬高冰泪难游 情书松把墨回首 无语碎可透 昨夜雨树风筝 浓水不消残酋 试问卷连人却到海藏依旧 知风 知风 映尸绿飞红手 昨夜雨树风筝 浓水不消残酋 试问卷连人却到海藏依旧 知风 知风 映尸绿飞红手 昨夜雨树风筝 浓水不消残酋 试问卷连人却到海藏依旧 知风 知风 映尸绿飞红手 知风 知风 映尸绿飞红手 浓水不消残酋 试问卷连人却到海藏依旧 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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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尸绿飞红手 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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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风 映尸绿飞红手 知风 知风 赢尔绿飞红手 ず同仿飞红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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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音了 经典传唱人胡夏欲可为 谢谢两位 谢谢 好听 好听 一曲四座皆经 知否 知否 感觉还没听够 确实如此 是 是 是 从现在起 我们要用知否 知否这个句式 来表达一下 你们每个人听完以后的感受 知否 知否 必当快智人口 好 知否 知否 您是经典已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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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否 知否 经典近在2019 还连数字都出来了 两位呢 如果让你们 也用知否 知否来说 唱完这个歌什么感觉 知否 知否 应该再唱一首 我只能想到这个了 是吧 我也 你们两个人就采用了同意答案 对对对对 以前就是对可为的 就是那种青春小女孩 今天突然感觉很知性 和胡夏两个人 这种画面特为美 让我突然恍惊惚之间 让我突然恍惚之间 这个看到了李静昌和赵明辰两个人 这种深情款款的 情色和民的这种感觉啊 今天是第一次唱 对 第一次受唱 真的吗 太好听了 所以我一直很紧张 你一直刚才买了个伏笔说 美丽的少女的一种美丽情感 你说待会就能够知道了 到底是什么呀 其实没有什么太复杂的情感 但是呢 咱们得想一下 李静昌本人 属于诗词的这个修养 是非常的深厚 他们这些人从小就是饱读诗书 所以他们有些诗词 它是有来历的 比方说 这首词的这个词意 它是与这个晚唐的诗人 韩沃的一首诗是有关的 晚唐的这个著名的诗人韩沃呢 它呢 诗歌的风格 它叫做相连体 特别擅长写 闺中的这种题材 它有一首诗呢 叫《蓝起》 《蓝起》叫什么呢 昨夜三更雨 今朝一阵寒 海棠花在否 侧卧卷连龛 好像啊 根据是 是 一句话一片叶一朵花 所以像李清照这样的千古才女 其实当我们看她的时候 她身上也承载着 她对前人的传承 对 但是 写这首词的时候 并不是完全就是说 因为知道那首诗 所以我用另外一种表现方式来表达 不是 昨夜雨书风骤 什么意思呢 昨天晚上啊 雨下了没多大 风很大 浓睡不消残酒 昨天晚上喝了两杯 她喜欢喝酒 注意她这里边没有一个字 说到她喝 对 我有一个小问题想要问 因为我一直没有 知道她喝多久了 是开心地喝多久了 还是伤心地喝多久了 高兴的时候会喝酒 伤心的时候也会喝酒 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喝的酒 一觉醒来 先问海棠花 是不是还在绽放 我反问你 她到底是高兴的时候喝 还是伤心的时候喝呢 这个海棠花跟她一定有故事 那当然了 你看她问和答 都是围绕海棠花 试问卷恋人 应是绿肥红兽 也许她现在真的什么都没缺 但在我的心里 昨天的一场风 昨天那点雨应该花落很多 那就是伤心的 对 有一些惆怅 但是她仍然还要去浪漫地 积极地去面对 新的一天的生活 哎呦妈呀 对吧 这个解读是正确答案 加十分 那我一开始的想法 就有一点蒙对了的意思 蒙对了 因为之前在要唱这首歌 看到这首词的时候 我觉得它很美 你的第一感觉 我很喜欢 仿佛就是眼前看到了一个 细腻的柔软的 有才华的女子 但是这个歌呢 又是一个男女对唱的一个歌 我就一直在想 如果用男生的方式 怎么去诠释李清照的诗词 会不会有不一样 但是男女对唱嘛 那我想说如果唱得太柔了 就少了一些对比 那如果唱得太用力了 就会失去李清照原有的韵味 后来我就琢磨了很久 我就说那要不就用一点 带一些些伤感的一个情绪 去唱去诠释 这个花红易衰 一般都是形容这个青春一世 这是一个普遍的 但是李清照跟林黛玉不一样 第一 李清照可写过一首诗 是吧 生当做人节 死亦为鬼 至今私相语 不肯过江东 是吧 她是一个非常刚烈的女子 刚才前面说 她十六七岁的时候写的诗 她不是写抒情的诗 她的诗都是讨论国家大事的 甚至到她晚年的时候 她依然如此 所以很多过去的文人评价她 说她有临下之风 什么叫临下之风呢 就是形容一个女子身上有丈夫气 所以李清照是 刚中带柔 柔中有刚 你唱她这些词的时候 还不能弄得全都非常的软弱 她是有力量的那种 其实我每次唱一首歌之前 都会去了解她的词 然后就会帮助我更好的 去诠释这首歌 作为一个歌手来讲 其实我自己不是像老师一样 就是经常去研究这些诗词 但是我很开心我作为一个歌手 可以用旋律承载这些经典的诗词 把它们唱出来 让更多的年轻人 能够通过这些歌曲来了解熟悉 并且喜欢这些诗词 让这些经典再传承下去 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为两位经典传唱人 胡夏 郁可维开启分享通道 我是经典传唱人胡夏 我是经典传唱人郁可维 如果您喜欢这首知否知否 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与我们一起读诗成曲传唱经典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